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凌,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素素青阳,均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感谢您的收听 第1702集 这丫头有点虎,心理素质还不错 不管公安怎么问,她都是一样的说辞 从来没变过口供 邵光荣就满意这点,觉得小游还算有良心 真要是中途改了口供,邵光荣就麻烦了 她是自己做伪证,还教唆小游给假口供 游丽在派出所里咬死了没改口,邵光荣就啥也不怕 现在的情况就这样,不把乔犬柄踩死 游丽和邵光荣都要倒霉 谢谢 游丽喃喃道谢 除了谢谢,她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这次邵光荣帮了她太大的忙 邵光荣怕她多想 你别瞎想啊,我既不会让你做牛做马 也不会强迫你当我女朋友 你别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 我不是啥好人,但是至少还算个人 邵光荣做了好事不自在,游丽勉强笑了笑 她是真没有和邵光荣调笑的心情 两人赶到医院,游丽母亲还在昏迷中 医生也觉得这小姑娘可怜 可怜也没办法,还是得告诉游丽病人的真实情况 这话说的比较委婉 头部受窗,一连昏迷了十天都没醒 基本上醒来的机会就非常渺茫了 除非有奇迹发生 游丽母亲会这样一直昏迷 直到身体机能衰退 在昏迷中迎来死亡 游丽在派出所就把眼泪哭完了 哭是没办法解决任何问题的 她看起来很冷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叶少,谢谢您 医院把她妈妈照顾得不错 拉了尿了,都有人及时换洗 头上的伤还没好 整个人却收拾得干干净净 人能活着,已经超过游丽的预期 她在病房里待了一会儿才离开 问少光荣 我能不能去看看那个人 那个人指的就是乔全炳 乔全炳当时受的伤很重 要不是少光荣及时将任人送到医院 绝对是死定了 但经过抢救和十来天的休养 乔全炳的伤情稳定恢复 已经是达到了出院标准 这人是太无耻 怕被公安提审 才依旧赖在医院不肯出院 有力要去见乔全炳 少光荣有点担心 你不要意气用事 他是跑不掉法律制裁的 不能为了出一口气 把自己陷进去 好不容易从派出所放出来 这要是说了啥不该说的话 或者控制不住再捅乔全炳一刀 就算是少光荣也救不了第二次 少哥 我不会冲动的 我就是想见见他 我要再给他一刀 以后谁来照顾我吗 刚才医生已经隐晦地提醒尤力 他母亲这种情况 要想活着 可不仅是在家里请人照顾 得一直在医院里 靠医疗以弃维持着生命 为啥派出所同情有力 医生同情有力 因为普通人根本没办法 承担一个职务人的 长期医疗费用 有力上班能赚多少钱啊 有母又没遇上那种 医疗费全报销的好单位 以前也不是常理正事工 瘫痪后更是彻底没了工作 邵光荣倒是有钱 有力在派出所的时候 医院的钱全是邵光荣出的 有力不可能心安理得 接受邵光荣的付出 别说他配不上邵光荣 他就真是邵光荣女朋友 那也没有叫邵光荣 承担重任的道理 有力知道自己任性不起 邵光荣见他神志清醒 不像要杀了乔全炳的样子 才同意陪他去看乔全炳 有力一出现 就被乔家亲戚追着骂 乔全炳在病床上 好吃好喝地养着 还红光满面的 相比起来 有力和他妈妈就太惨了 小贱人 养大了你这个白眼狼 哎呦 不知道感恩的 你叫了那么多年吧 说通就通 一点都没留情啊 赶紧和派出所的人说清楚啊 乔全炳的病房里乱着呢 这些都是乔全炳的亲戚 平时也没啥来往 这时候跳出来 也不知这些人在打什么主意 邵光荣沉着脸 这些人都有点怕 老乔说 有力攀上了一个高干子弟 该不会就是这个吧 乔全炳看见有力 激动得脸都红了 有力走到他身边 他还想跳起来打人 有力却不怕他 以前怕过 非常怕 因为母女俩的小命 都捏在乔全炳手里 可那天晚上 有力连铜两刀 差点要了乔全炳的命 他就知道 这人没啥可怕的 一样会流血 一样会受伤 一样能杀死 我不能孝敬您了 您到了牢里 应该喝不上酒 听说牢里的罪犯 个个都凶神恶煞 估计也没有人 会乖乖不反抗 被您拿来出气 您千万别担心我妈 我会把她照顾好 不说长命百岁 至少会让她 走在您后头 您也不用担心我 我肯定也要活得 好好的 努力活出个人样来 不给您丢脸 有力面无表情 这是孝顺女儿吗 分明是来气死 乔全炳的 少光荣没忍住 笑出了声 这样说 的确比骂乔全炳 还解气 你做梦 你和你妈都别想跑 乔全炳还在威胁 有力却已经转身走了 是来看一趟 是给过去做别 是激励自己 以后要加倍努力 把今天在 乔全炳面前说的话 都办到 就算他妈妈成了植物人 他也要让他妈妈 衣食无忧 而乔全炳这畜生 只配在牢里看着 羡慕着 却永远想不到 这样的福气 少光荣也不知道 如何形容现在的感觉 现在的游历 和之前还不太一样 他以前是样子成熟 虽然做事也挺机灵 好多时候 仍然能看出 小姑娘的痕迹 现在 游历样子没变化 心境 却真不是同龄人能比的了 就像有人在 少光荣心上 撒了一把卖力 个得他疼 又叫他心里发痒 少总 游历那边 葛剑给夏小兰 汇报着情况 此时已是十一月 夏小兰在康奈尔的课程 只剩下一个月 他那边情况 处理得怎么样 夏小兰还把入职的机会 给游历留着 世上再没有人 比夏小兰 更能理解游历的做法 倒霉生在泥潭里 不用尽全力 怎么有机会挣脱 游历继父判刑是跑不了的 不过判几年还不一定 游历还想来公司上班 他说了要带着他妈 夏总 您看 夏小兰干脆拍板 让他来 他要是把自己亲妈撇下 我还不放心用这个人呢 我还以为我们处理来 你会比较好的 我还不容易 那么多 你会看